爹爹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 还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这一家 哎呀我最爱的哥哥姐姐 我最爱的弟弟妹妹 有时坐着又是帮忙都OK 哎呀想起上爱上帝姐妹 快乐长大上帝姐妹 我们一起拥有边缘 鱼 绿色的鳄鱼 哥哥 你在画什么啊 我在画大象啊 你看不出来吗 你画得很好耶 是不是 真的 西瓜的这个颜色配得很好 对啊 所以我才觉得哥哥 你画得好像没有很好 你哪里说我这个画哪里差了 大象怎么会是蓝色的啊 你很没有想象力 明明就有卡通是蓝色的大象 你不觉得这个独一无二 跟别人不一样很有创意吗 是吗 哥哥 弟弟 你们讲话太大声了 吵到我了啦 哥哥 姐姐好像生气了 讲话小声一点 我明明就正常音量 哪有很大声 好啊 如果小声一点 你听得到吗 你听得到吗 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看吧 这么小声你又听不见 我明明就没有刻意大声 大吉小国 对啊 姐姐 哥哥如果讲话不大声一点 我也听不到啊 所以在家里讲话大声一点 没关系啦 就是说嘛 而且我们家里 明明又没有其他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我们讲话要控制音量 你们很奇怪 家里本来就不会有其他人啊 而且这里是客厅 是公共空间 讲话本来就要比较小声啊 而且你们讲话这么大声 我们一定要考试耶 你们都吵到我了 哥哥 姐姐说得也对 我们家是公共空间 所以你也觉得我很吵咯 我明明就跟你在聊天 我还夸奖你 你居然觉得我吵 不是 可是 就是公共空间要小声一点嘛 你看你们又这么大声了 又吵到我了啦 小声一点 对啊 我明明在跟姐姐 姐姐是你很奇怪 我刚刚一开始就正常的说话 是你自己在那边觉得大吉小怪 我讲话才会变大声的好不好 那为什么你正常说话 我听得到啊 那你就不要认真听啊 你就专心协认 就代表你做的写功课不专心 你姐姐 你现在讲话也很大声啊 你看 还敢说 那是英文大声 我才大声的好不好 是啊 是你先大吉小怪 我才觉得很奇怪 我姐姐说是你先大声 姐姐才会大声 是 刚刚我很小声 跟你讲话 是她大吉小怪吧 对 是姐姐你大吉小怪 哥哥 我大吉小怪 明明明用你们那么大声 吵到我好不好 是 直接吵到我 宝贝们 爸爸回来了 哈啰 爸爸 来 宝贝们 爸爸跟你们说 我刚刚去特卖会 看到很多东西在特价 所以买了一些玩具给你们 你看 有玩具 弟弟 这是你的 谢谢爸爸 是冒冒奖耶 对啊 哥哥 你的是 好爱 爸爸 这是这个骨 隔壁亚铃在打的时候 我好想要 爸爸 谢谢你 不客气啦 爸爸 我呢 我呢 宝贝女儿 爸爸当然没有忘记了 是手 我 乌克莉莉 对啊 这个乌克莉莉刚好在特价 所以爸爸就买给你了 爸爸你还记得我想要乌克莉莉 当然记得啊 谢谢爸爸 不客气啦 好 都拿到玩具了 待会爸爸再带你们出去吃晚餐 好 好 好玩 好 姐姐上面还有嬷嬷 对 很可爱吧 跟你的这个好像 我看什么 很漂亮 对 我的 这样子 姐姐 等一下你那个乌克莉玩玩 可不可以借我玩啊 为什么啊 听我的 我的鼓只有一个声音啊 可是你刚那个乌克莉莉 有四个声音 好几个音乐 我觉得好特别哦 等一下我们一起交换 对啊 姐姐 你要跟哥哥交换嘛 可是哥哥 这个乌克莉莉我才刚拿到 我也还没有玩很久啊 我不想跟你换啦 而且我不喜欢打鼓 对啊 哥哥 姐姐不喜欢打鼓 不要交换啦 那姐姐如果不喜欢打鼓 她可以不用玩我的鼓啊 可是我对乌克莉莉有兴趣嘛 我们可以交换分享一下啊 对耶 姐姐 哥哥喜欢鼓 也喜欢乌克莉莉 你就借给他嘛 为什么啊 这是爸爸给我的耶 就是我的啊 我为什么要分享给你 对啊 乌克莉莉是姐姐的东西 为什么要分享给哥哥啊 那没有关系啊 这个鼓我可以留着自己练习 那姐姐你练习完之后 也可以借我玩啊 对啊 姐姐你练习完 就可以跟哥哥换啦 我不要啦 我不要跟你换 我好弱才得到乌克莉莉的 我要自己玩 对啊 姐姐等很久了 这个乌克莉莉耶 哥哥 你让姐姐先玩一下嘛 姐姐你真的很小气耶 你都忘记爸爸有教了哦 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 哦 姐姐 爸爸有说过 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哦 那说到分享 弟弟 等冒冒奖 为什么不借哥哥啊 冒冒奖 我的冒冒奖 当然是我的啊 对啊 那乌克莉莉也是我的啊 我干嘛要借哥哥啊 对啊 哥哥 为什么要借给你啊 弟弟 你一下说我对 一下说姐姐对 到底谁对啊 我 我当然选哥哥这边啊 很好 弟弟 你刚刚不是在我这边吗 我现在在姐姐这边 嗯 弟弟 你到底要选我这边 还是选姐姐那边站 我 我 我叫你打篮球 我要学打篮球 弟弟 我 我乌克莉莉建你玩三下 三下 我的鼓建你玩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我建你玩三十分钟再加一分钟 三十分钟再加一分钟吗 我建你一整天 而且我还可以叫你打篮球 打一整天哦 这么多 所以在我这边 好 不对 在我这里 奇怪 先在我这里 他先说我 在我这里 宝贝们 你们吵吵闹闹的在吵什么啊 怎么爸爸一出来 你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刚刚在房间里面还替你们这样吵吵闹闹 吵吵闹闹的 现在有一句话都没有 姐姐 你说 刚刚发生什么事 爸爸都是哥哥啦 哥哥叫弟弟要选边站 蛤 为什么弟弟要选边站啊 哥哥 爸爸 爸爸 你还记得你有教过我们 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吗 对啊 所以我就跟姐姐说 我这个鼓玩玩 我可以跟那个乌克莉莉 交换互相地玩啊 一开始弟弟也说对 可是姐姐说不要 可是爸爸 这个乌克莉莉 我才刚拿到啊 我一想要玩 我还不想要跟哥哥分享 而且弟弟明明就说对 不用分享 所以呢 我就想弟弟呢 到底是要选我这边站 还是选姐姐那边站 嗯 好啦好啦 爸爸知道啦 你们拿到玩具都很开心 都很想要自己玩 那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分享 那就跟别人分享 如果不想跟别人分享 那我们就等到自己愿意的时候 再来跟别人分享也没关系啊 而且弟弟 嗯 怎么了 你觉得 你应该要站在姐姐这边 还是站在哥哥那边啊 嗯 我也不知道耶 那 你的默默奖 想要借别人玩吗 嗯 我想要自己先玩 你想要自己先玩 但是 姐姐跟哥哥又要叫你选边站 你都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 你自己啊 也要想清楚 我们不要老是呢 选择站在谁那一边 也要做自己的主人 帮自己做决定 你知不知道啊 嗯 爸爸我知道了 嗯 好啦 下次不要再这样子 吵吵闹闹闹的 知不知道啊 知道了 那 晚餐大家想要吃什么啊 爸爸 今天可以吃蛋炒饭吗 可以啊 你也 爸爸那我也想吃蛋炒饭 好像不错哦 那爸爸 我想吃牛排 爸爸 那我也想吃牛排 欸 好像也很好哦 弟弟 你到底想要吃蛋炒饭 你还是想要吃牛排 对啊 你自己说一个嘛 我 我 我 爸爸我想吃咖哩饭 哦 好 那吃蛋炒饭 咖哩饭 跟牛排 爸爸 弟弟 但是爸爸今天想吃干面 哦 我们去吃干面就好了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小爸爸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在互相帮忙 太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这一家 终于又读完一本了 继续… 今天又考得好多哦 天天都看完了 大致上是已经看完了 你知道吗 我从上礼拜就开始复习了 就是为了这一次的考试 明天你很认真耶 我呢是这三天才开心练习的 啊 这三天哦 嗯 小花你应该是来得及啦 因为你上课都没有在说话 加油加油加油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加油 好 好 要迟到了 要迟到了啦 大叔大叔大叔 你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啊 你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啊 我今天睡过头 我以为我要迟到了啦 而且今天是不是有考试啊 有啊 而且今天范围很大哦 你看了吗 我昨天不小心睡着了 那我们早吃起赶快看啊 快点快点快点 好 那我先吃早家 欸 不对啊 大叔 我觉得你还是回味道上 慢慢吃好了 叫你夜到会很危险哦 嗯 慢慢走 慢慢走 欸 甜甜小花早安 早安 真的假的啊 阿尼 真的啊 高高 怎么可能啊 我跟你讲喔 那个太太就运球运一运啊 掉到水沟里面 啪 这么睡 都在身上好恶心啊 哎哟 好脏哦 好脏哦 好脏的 可是阿尼 我记得 他那颗篮球啊 是他妈妈送给他的耶 对啊 所以他那颗篮球现在 好臭哦 我以后 不敢跟他打篮球了啦 跟我打架 不要跟他打 隔光啊 欸阿尼 i God 我为什么大家 都这么安静啊 嗯 我 哦 我知道 他不是在玩 安静的游戏 谁先讲话 superior 谁就输了 呃 школ 才不是 哦 輸了 不是游戏啦 是 等一下要考试 あの 你记得吗 上了很大的那个啊 对 老師昨天有输喔 要考試嗎 對 找自習嗎 對 那 趕快看了 考試嘛對不對 對 我是誰 你是阿寧 阿寧耶 對 我當然 忘記看了 有阿寧 我都聽到了 忘記看 還不趕快跟翔翔接重點 快點 好 我都有準備 我就知道你會忘記 這裡 這題 這題會 對 還有呢 我覺得會考 還有這題 好 你趕快看 從第幾頁到這邊 從第一頁 二十幾頁的範圍 你趕快 看一題是一題 好 我要先看我的了 好 有看多辛苦即可了 這次沒看不就考更低分 香香 我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是好同學對不對 我們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學 那開考試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把考卷拿過來 靠近我一點點 讓我看你的答案 不行 我覺得我應該要拉過來一點點 在這邊寫 為什麼 這邊的風景很好 你拉過來一點點 讓我看你的答案 可是阿寧 這個行為好像叫做作弊的 不 不 作弊的是我 我看的是你的考卷 沒有 你在寫這邊的答案 你沒有作弊 可是你看我的考卷 然後我把考卷移過來給你看 那我幫你作弊 我就作弊耶 不行 要移過來在這邊寫 你靠自己 你 加油 靠自己啊 這次再不及格 我利用錢就要被扣了耶 所以就叫你要看書啊 婷婷 什麼啦 待會考試的時候啊 婷婷妳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都還沒說完 妳不知道要問什麼 你是不是想要看我的答案 對啊 當然不能啊 我們做得那麼遠 而且 這樣我就沒有辦法專心的 寫考卷耶 我為了這一次的考試 讀了一個禮拜喔 這麼久喔 對 所以你再自己加油好嗎 好 小花又坐得這麼遠 大叔 嘿 大叔 怎麼了 待會啦 你就把你的考卷寫完之後 你把它拿起來 讓我這樣 我就可以這樣 我不OK 哦 OK是OK 但 但我的答案 你 你願意參考喔 我們兩個人分數 不是都差不多嗎 對喔 對啊 上次你還考得比我高 一點點 對啊 這次你也用猜的啦 搞不好也考很高 加油 謝謝 呱呱 蛤 哥哥哥哥哥哥哥 gustado嗎 ugoße 哎呱呱 我們是不是從幼稚園 Deal 中班 對 大班 到現在三年級了對不對 對 我們一直都是 好同學 好朋友 應該是吧 嘿嘿嘿嘿 而且啊 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是不是假日的時候 也都會一起出去玩 或者在外面烤肉 或者是你會來我家 來打電動對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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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那待會考試 你可不可以給我打個PASS 不行啦 阿寧 你這樣是不對的行為啦 瓜瓜 我如果這次 再烤不好的話 爸爸媽媽如果給我禁足 你就不能來我家打電動了耶 啊 啊 這樣我也不能去你家玩耶 好可惜啊 我如果考不好 你就不能來我家玩了 我們就不能一起玩 最新的電視有樂器了 怎麼辦啊 好啦好啦好啦阿寧 那我只幫你這一次喔 好 那待會你要用什麼方式 小抄嗎 那 這樣子好了 摩斯密碼 對 太好了 我有瓜瓜 好啦 各位同學 現在要來考試囉 好 好 好 課本收起來 好 考卷一人一張 傳下去 好 好 這一次的考卷呢 題目其實很簡單 上課都已經教過了 所以大家只要細心一點 不要粗心大意 應該都會有不錯的成績喔 好 加油 這一次的考卷呢 一 Juda 這個解 很意思 這是你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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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己写吧 我手指就看不懂 打蚊子 誰在打蚊子 教室裡有蚊子嗎 好癢喔 老師也有蚊子 妳也有啊 有 好多 好多老師 對啊 好好好 打到就好 不要分心了 好嗎 好 好 保持安靜 繼續寫 好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第四題 第四題 二 三 四 是嗎 再一次啦 擠啦 瓜瓜阿寧 你們在做什麼 沒有啊 老師 老師還是有蚊子耶 而且桌上 你看你好多橡皮擦屑 對啊 幫我撥一撥 幫你撥一撥 我一直寫錯 把答案改一看 真的是有蚊子嗎 還是你們兩個在作弊呢 沒有啊 沒有啊 還不說實話 那我要打電話 請媽媽來學校囉 老師不要 不要 不要找媽媽來學校 老師 對不起啦 是 是我幫阿寧作弊 因為他說他沒有讀書 所以我才會想說 幫助他這一次 那是我請瓜瓜 打PASS給我 請他告訴我答案的 你們兩個 作弊是不對的行為 對 考試的用意 是要看你們學到了多少 還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從中去學習 可是一旦作弊 對你們的課業 一點幫助都沒有啊 而且 不只阿寧要看別人的答案 瓜瓜 你成績那麼好 但是你把你的答案告訴阿寧 這也是作弊喔 你以為你在幫他 其實你是害他 害他沒辦法進步了 這 怎麼會這樣啊 瓜瓜 你在害我耶 蛤 我害你 我 阿寧對不起啦 我不應該害你的 瓜瓜 沒關係啦 我不應該要 讓你來害我的 我應該要靠自己的實力 這種方式是投機取巧 瓜瓜對不起 老師對不起 老師對不起 我不應該做B的 知道錯了就好 不過呢 大家看看你自己的考卷 這一次老師準備了 兩種不一樣的考卷 有A卷跟B卷 我是B卷耶 我的是A 我的也是A耶 我的是B卷 我的是A卷 我的是B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這樣就可以預防大家 看隔壁同學的答案囉 現在考試時間 還有一點 大家靠自己的力量 趕快把考卷寫完吧 好 前面都要擦掉了 對 前面我一下沒差 借你 兩個擦比較快 兩個擦比較快嗎 對 這樣擦不了 那還一個環環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孩 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互相幫忙 太開心 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哎呀 我最愛的哥哥貼錢 我最愛的弟弟妹妹 有時挫折 有時幫忙 都OK 哎呀 相親相愛 兄弟姐妹 快樂長大兄弟姐妹 我們一起擁有演員 財甲 演 ense民演在汽車 Brittany 今時好 都沒想像